我两个人是一年多的 期间他也见过我父母 我父母挺喜欢他的 然后这期间我跟他 去过两次婚 他一直不同意 我一直想跟他结婚 每次我跟他提到结婚 他都必要不谈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现在怎么想的 是单纯跟我谈一场恋爱 还是想跟我结婚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33岁来自甘肃职员 王女士23岁来自内蒙古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是特着急结婚是吧 对对对 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是吧 对对对 怎么认识他 我俩是在一次 朋友聚会吃饭时候认识的 因为我有一个老乡 跟他是闺蜜 然后一次吃饭时候 就叫我过去 我俩就是一见钟情 后来就经常找他 愿意一块玩一块吃饭 是你一见钟情 还是你们俩一见钟情 其实当初我看着他 我感觉他挺关心他爱的 他说一见钟情 就是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当时是这样 因为我闺蜜也是甘肃的 然后跟他是老乡 后来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在饭桌上 然后就是这么 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吧 然后他就是无论是在我工作上呀 生活上 然后就是对我挺照顾的 所以说我就感觉 让我心里就特别暖 所以说我就是这么 然后同意他 明白 你们现在在哪生活呀 在哪个城市生活 天津 在我们天津生活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 怎么了 想结婚 对 因为现在家里退得紧 我去年姐妹也都结婚 就差我没结婚 而且我这年龄也到了 33岁了 以前我爸在世时候呢 就一直想看着我结婚 生孩子 结婚后来就去年 因为我爸突然去世 然后留了一个遗憾 现在就是我妈的 我不想把这个遗憾再留下来 这你想结是吧 对 我想结 婚叫想结吗 结婚这方面嘛 我根本就是近期从来 没有考虑过 都没考虑过 不是 他当时 我跟他求婚了 他同意了呢 你还求婚啊 我都说两次婚了 但是你要说明白 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同意 你应该就是说 行行行 我先听两次求 求了两次婚 对 第一次是啥时候 咋求的 第一次就在家吃饭 我当时就是 因为我感觉我俩出了一年了 然后呢 彼此都比较了解了 我就跟他求婚了 他就是没有同意 男人没同意嘛 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 就是说他给我做饭嘛 我就随口说了句 我说你做饭真好吃啊 然后他又当时就给我说 咱们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然后我今后就给你 经常做着吃 多好啊 多浪漫啊 我当时听了 我愣了一下 然后愣一下 然后我就当玩笑了 然后就没有在意 没在意 那这不算啊 就算你求了 人家没同意啊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 就我一个哥们结婚 他也认识了他朋友 我俩一块去 在那个我哥们婚礼上 我跟他求婚 结果当他 你哥们办婚礼 你求婚 你搅和人家去了吗你 不是 是这样的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哥们也许就是单方面的 特别为他着想 然后到那个新娘扔捧花 那个环节的时候 他哥们就直接把捧花 就送给他了 他当时借我捧花 然后就向我求婚 然后我当时我肯定就是 我下不来台 我当时特别甘草 你是怎么说的 我当时我就直接拿着说捧花 把它拉到台上 我跪在他面前向求婚 亲爱的嫁给我吧 然后你说的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真的因为我没有想过 想到他会这样说 而且当我特别没有面子 是吧 然后我说你别这样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然后这个都好说 然后到时候咱回家再说好吧 然后我就这样跟他小声状说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就是男生认为女生同意了 对吧 对 女生认为即使同意了 也是被绑架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也是 因为当时人太多嘛 我怕他也没有 你们双方父母都见过吗 见过家人吗 见过 之前我是提想见他父母的 但是当时呢 他一直不想让我见他父母 不是说我不想带你去 现在见父母有点早 对于我这么说 我个人认为 肯定是见父母是非常早的 我也感觉他就不想让我 见他父母 对 那是 那肯定是不想让你见嘛 人自己都说了吧 我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嘛 对 那你见过他父母吗 我见他父母的时候 就算是被他骗去的 啥意思 就是他肯定会想到就是说 我不会去见他父母 然后他就跟我这么说 他说我甘肃那边家乡嘛 有好多好玩的呀 想带我去看一看 然后 是有不少好地方的 也就算是去旅游一次吧 我就答应他了 去了之后 就是跟我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风景也没看 他这些就是什么 七他姑八大爷什么的 然后就都来了 就好像新媳妇就刚进家门那种感觉 但当时你不是在家里 你看我妈对你也挺好的 对啊 是对我好是另一方面 你都做你爱吃的饭 就我们家人的时候都特别爱吃辣的 他呢不能吃辣的 然后每次我家就炒菜都照顾他嘛 我每次炒菜都不要辣的 你跟我没有句实话 你怎么跟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的 说我要把媳妇带回来 试着吃这么说的吗 对啊 不老实 是吧 你不是就骗人家吗 对吧 所以说嘛 他妈妈嘛 然后就直接跟我说 就把我当儿媳妇那样似的 然后我当时肯定是 我心里会特别尴尬 然后我也没法说 明白了 我当时也 就是所以说让我特别反感这件事情 你可以啊 你这些小心眼全用在人家小姑娘身上了 就说你还骗人家去照婚纱照 是不是你干的 这个也不是骗 这个当时就我觉得 我俩在一块是一年多了 然后情侣呢 照个情侣照 情侣照 然后我俩正常情侣照没照过 就平时就手机里面拍个照 然后呢 想拍一个婚纱照 然后呢 情侣照跟婚纱照是两回事 但是他定婚纱照 他并没有跟我说 他定的是婚纱照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情侣写真 那你去了照了婚纱照了吗 我当然没有照了 而且还不是通过他嘴知道的 我是通过人家就是销售那个姐姐嘴脸 然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他反而是死活就不通 就拍个婚纱照 也没什么话 就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看那个自己 穿婚纱的样子挺美的 最后呢他就死活就不通 最后就 还有个人 是 我就认为就是说 双方都确认关系了之后 然后再去拍照比较好 我来问问 他是你的谁 他是我女朋友 他是你的谁 他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第一个是达成共识的对吧 对 他是你想娶的对象吗 对啊 他是你想嫁的对象吗 要是说嫁的话 我肯定是现在没有考虑 现在还没考虑呢 对 是没打算好 还是人你觉得 说句实话吧 你对他有感觉吗 我认为我现在吧 就是说还是谈不上爱 但是通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吧 然后我肯定是说 没有感觉那是不可能的 明白了 有感觉 但是这感觉还不足以让你嫁给他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他这样 比如我去跟他结婚啊 然后可能是有他父母 就是他母亲 你现在你结婚 现在你不着结婚了 好 咱俩现在认识一年多了 我对你怎么样 然后我妈 我家人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也对 对啊 就是都是挺对我特别好 但是好 好归好 但是一方面归一方面嘛 别逼着人家结婚知道吗 让人充满着热情要嫁给你 对吧 你逼着人家结婚那哪行啊 你的痛苦来自于 你不知道他的态度是吧 对 姑娘你也痛苦吧 就跟他谈恋爱 谈得不轻松是吧 他总是就是听父母的 父母那边着急的话 他可能也是 你认为他如此着急 并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爱到了 而是因为父母在催他 是吧 好 来 老师们帮帮忙吧 一起进入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张连生 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当中 一直在逼婚 我听起来 为什么逼婚 要么怕我老 要么怕他跑 要么怕你们俩分手是迟早 对吗 有这一方面 差不多这个意思 两个人主要的矛盾 一个非得想要结婚 一个暂时根本就不考虑婚姻 就是因为年龄差得多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逼婚是不对的 因为逼婚 要么释出真爱 要么逼走对方 很显然 你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 骗他去拍婚纱照 骗他去见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骗他在一个很幸福的时刻 不得已一定要接受你的求婚 因为刚刚我也在想 女人面临那个时刻的时候 如果拒绝你 第一你面子上可能挂不去 第二 也给人家的婚礼现场扫兴啊 当然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答应你求婚没有用 这叫什么叫落跑新娘吗 就是结婚那天 如果他自己没想明白 他依然可以逃走 所以你逼他有用吗 没有用 我们讲两个人为什么结婚 因为两情相悦 因为我要和你举案齐眉白头偕老 我相信你可能有类似的想法 但是他绝没有 你是他的男朋友 不是他目前来讲 考虑结婚的对象 所以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 换一个 但如果你愿意等 愿意等他长大 愿意等他成熟 愿意等他的接纳 我建议你们的爱情当中 设定一个期限 我们定个日子 如果到时候 你还不愿意嫁给我 那我们一拍两散 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而不是现在你这样 无限制地逼他 所以让他缓一缓 喘口气 但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 就换一个 大家各自安好 他肯定不会嫁给你的目前 对吧 对 所以怎么样 都是靠你自己去选择 好吗 祝你们幸福 为了结婚而结婚 往往最后的结果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就算他今天 小姑娘在你的逼迫下 真的就是 同意嫁给你了 你下一步就要逼 生孩子了 对不对 结婚都一年了 该要孩子了 这就是你一步一步 算计好的 你的人生之路 但并不是他的 结婚是一件 水到渠成的事情 结婚最重要的是 内部条件足够 内部条件是指的 你们两个人 而不是外部原因 你现在找了一大堆的 外部原因来包装 家里面催婚 你不希望让 老母亲落遗憾 等等都可以理解 人之常情 但是这个情况 是建立在于 你比如说 你有一个女朋友 本来也打算要结婚了 我们把婚期提前一点 但是呢 这个女孩 是你适合结婚的对象 但到底是不是 你爱的那个人 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只是觉得 在这个时机了 正好碰到了 这样一个女孩 所以就想要结婚 所以我觉得先生 你的心态 一定要调整过来 你要想清楚一下 你到底结这个婚 是为了什么 你以后跟他在一起 能幸福吗 我觉得今天女生 其实很坦诚 说出了自己内心 真实的想法 对于先生而言 要做的就是三个字 不纠缠 对于女孩而言 如果你想要 再继续试试看的话 就三个字 不放弃 好吧 好的 先说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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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岁的时候 你还未娶 我还未嫁 那我们俩就在一起 如今这句话变了 如果六十岁的时候 你还未娶 我还未嫁 那我们俩为什么 还要在一起 说明现在的人 对于婚姻当中的情感 看得更重了 不能凑合 其实 男方的行为 是有问题的 一个男人总是说 我们即将结婚 而告诉其他的男生 你们不能跟这个女孩 再好 这其实是道德绑架 你是在用某种既定事实的方式 来强迫别人 你就无非再告诉别人 这就是我的老婆了 你们都不能动啊 但其实人家并未答应 要做你法律上的妻子 所以你的手段很不光明 其实你是不喜欢他的 只是有好感而已 就一个女人 如果只是感觉 现在谈结婚 还有点早 那你的言辞 不会那么激烈 你对婚姻 不会那么反感 你只是会觉得 不合十一把 但我从你的眼神和语言当中 我觉得你根本不喜欢 那你得说清楚啊 你别因为面子 你就不好意思说这事 那天在求婚的现场 你当时原话是怎么说的 你说 我当时听你说那句话 我都想笑 你说一切都好说 我就不明白 这好说是什么意思 这就像做买卖一样 好说这两个字 根本不像情侣之间 对于一件重大事情的态度 你完全可以非常正常地 跟大家说 我们俩还没到那一步 我们俩正在处着 没到那个度 就是没到那个度 男生赶紧停止你的脚步 你要是真遇上一个 骗婚的女人 你怎么办 骗了你的戒指 骗了你的彩礼 最后消失 所以说这个女生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单纯 你应该尊重这份单纯 不要用那些 有招有输的小伎俩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没啥好说的了 一个为了结婚嘛 一个压根还没爱上嘛 所以就两个结局 要不然你们俩继续谈着 要不然你们俩就各自跑开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刚才听完几位老师的话 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 现在呢 成这向盗窃 然后呢 我这段时间 的确是没有考虑到 你的一些感受 的确是我结婚 这方面的想法太重了 但是呢 这一年多呢 我相信你也知道 我对你怎么样 包括我妈 我家人对你怎么样 都挺好的 包括在上结婚以后呢 婆媳关系 肯定不用你考虑 所以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 然后我之后呢 我也不会像之前 再那么逼你了 然后回去咱再具体商议一下 是什么时候结婚 然后你要是不想 近期结婚的话呢 我可以等你 你给我一个时间就行 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好吧 我知道在这 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 在这些事情上 也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 好 时间到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男人特别想听那个女生 这段时间之后 那席话 还就是没听到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偶尔想想今天节目上 各位老师说的话和他说的话 刚才又在那加码呢 你看 我爸妈 我们家亲戚 都对你好 结婚以后 破析关系肯定没问题 他要的不是那些 其实他只要爱上你 他就愿意嫁给你 谢谢张先生请回吧 谢谢 谢谢